第202集 敬酒不饮 饮佛酒 而清熙却是紧紧地钉上容大师 他现在才认真看清楚容大师的容貌 他看起身不过是连过半百 只是精神状态就极为之好 心碎的眼眸之中沉淀了太多的东西 令人难以看得透了 连过半百 法师却还是乌黑的 整个人看起身就年轻了不少 容大师将一只手放在自己的后腰上 眼神猛闪闪 他其实心里面已经有人损了 他现在这样做是为了走过程 他的目光在人群里面熟了几圈 也没有看到清熙 实际上 清熙是被人挡住了 在容大师的视觉盲点里面 就这样看了很久 底下的人就开始焦躁了 都很担心这个容大师一个不高兴 会不会甚至一个徒弟都不收呢 清熙倒是没有那么多顾虑 他本来就对容大师的徒弟不敢兴趣 他喜欢自由不喜欢约束 这次来只是拜访一下 没想到他竟然就参与其中了 如果就这样被容大师看上了 那清熙真是黑仔了 容大师忽然间眼前一亮 他就看到清熙了 终于他收回目光站起身 直接就走到人群里面 大家就纷纷避养开一条路 那些避养的人都知道 自己今次就不用指望了 他们就这样看着容大师 走入人群之中 然后走到清熙面前 问了 你叫做什么名字 容大师的说话一出 众人心里面都是一惊 没了没了 容大师肯定是看中这个姑娘了 打算收她为弟子 但是容大师从来都没收过女弟子 不知道今次会不会打破现状呢 昏熙 清熙淡淡地说了自己的名字 他又没有抬起头看容大师 他并不想做他什么弟子 只是周围那些议论声就传入耳朵里面 清熙又不是龙的 那也就是说 很大可能他会成为容大师的弟子 清熙突然问了一个问题 容大师啊 你有没有听说过 一个叫做二十一世纪的地方 因为他想起身 据说这个容大师又无所不知 而且似乎还是一位收到的先人 如果他真的有这样的本事 自己委屈一些 做他的徒弟也是没问题的 最起码他就可以回到自己的二十一世纪了 容大师想了一会儿 给了他一个准确的答案 不曾听说过 姑娘是来住这个地方的吗 那算了 清熙有点失望啊 他就不应该 将这么大的希望放在容大师身上 一个凡人又怎样会有这种本事呢 姑娘 可愿意做我的弟子啊 容大师诚恳地邀请清熙做的徒弟了 不用了 清熙想都没想 直接拒绝了 他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打挺他回去的事 既然这个容大师没有这样的本事 那就没必要在这里蹲下去了 听到清熙的回答 在场所有人都抹大口得的孔 没想到清熙居然会拒绝容大师的邀请 这样的树荣不是谁都可以得到的 一边那些容大师的弟子已经看不下去了 姑娘 你不要敬酒不喝喝佛酒 这样的树荣不是谁都得到的 这么久以来 也就是清熙第一个拒绝做容大师的弟子 真是不知好歹了 我现在不想拜了 那又怎样啊 清熙的底气来源于牵圆羽 如果是牵圆羽的话 是没可能被威胁的 他好像在不知不觉之中 被牵圆羽感染到了 容大师问了 姑娘 你不后悔吗 他对于这个女孩 越来越感兴趣了 他是唯一一个 敢拒绝的人 那个胆子真的大了 什么都不害怕啊 但是容大师 毕竟是个知名人物啊 现在就被一个无名小卒拒绝了 那臉要等去哪里啊 不后悔啊 清熙想都没想 十分坚定自己的立场啊 如果我不同意呢 你以为你走得到吗 容大师把声忽然间就震住了清熙 他明明见到容大师没说话的 只是他的确确听到他把声的 无非这些就是传说之中的传音入物 以容大师的功力呢 传音给清熙是完全没问题的 清熙就敢被容大师的说话吓住了 有点不知所措 这里是人家的地盘 他真是没办法了 现在他看上你了 你做他的弟子啊 那是何等的殊荣啊 清熙眼神一寸 大叔啊 不是我不识好带啊 而是根本就没想过要拜他为师 更何况我已经有师父了 清熙的脑海里面浮现出牵缘雨的身影 和他冷壳的面容 他笑了一笑 好苦劫地笑 现在清熙真的有点挂住他了 他离开了这么久了 估计牵缘雨和烟丝雨已经成了亲了 他也应该有自己的家了 就在清熙兇晒神的时候 他忽然间感觉自己周围有点不对路 他猛然一轮转头 都还没来得及出手 还是迟了 他被一个容大师的弟子打云了 清熙的身一软就跌了下去了 在他跌下来的时候 容大师的弟子伸手就将他接住了 揽了入怀里面 然后一下就将他打横抱起身 嘴角还带着一抹微笑 抱着他走到容大师的身边 小兔还烈 令大家见笑 他也必定严加管教 容大师是磁场地笑着 跟大家解释 说是还劣而已 但是明眼人都看得真真切切 这个分明就是强取豪夺 但是大家却是敢怒而不敢言 容大师在前面走 他的徒弟抱着清熙 一行人就走入了容门 容门看起身极为之大 宽敞气派 清熙被容大师的弟子 带去了一间房 安折了来 等他在里面休息 然后呢 还叫其他的师兄弟 帮手照应一下 容大师的弟子都是男的 这阵时来了个姑娘 他们就非常好奇了 没想到一个女的 都可以给他们的师傅看上 可想而知 他的本事有多大 容大师的大弟子 看着清熙清瘦的面容 忍不住就在里赞了 哎呀 这个姑娘 生得真是不错 大师兄 你是不是看上了这位姑娘啊 那些师弟呢 一个个就开始 调刊他们的大师兄了 这个令到容大师的大弟子 有点无地自容 甚至臉也有点红 明天主时 在容门的容风 集合分裂 哎呀 大师兄 不用了吧 你就放过我们啦 哎呀 吵死人啦 一直都没动静的清熙 忽然间就有动静了 他只是感觉 自己耳朵旁边 凝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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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有人在那里说话 清熙咀了下对眼 然后就坐起床了 只见他床前 又一次围满了人 只是 今次的人全部是统一着装的 而且这样的着装 清熙认得的 这一身白色 就是容大师门下的弟子了 嗯 你们 这一次 清熙就没放到 他大致记得 之前被人打暈了 现在醒了那阵 在这里就不奇怪了 就在这阵时 容大师突然间就走进来 他的表情好严肃 目光直射在清熙身上 他可以感觉到清熙的不同 所以才想收下他作为自己的弟子 容大师钉实清熙 云熙 现在你已经是我门下的人了 如果你不愿意做我的弟子 那好吧 你帮我完成一个任务 我就给你自由 如果我做不到 你还是乖乖地 拜在我的门下 他的说话一出 他的弟子都恶然 这个世界上 竟然会有人 不愿意做容大师的徒弟 几多人逼爆个头都进不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第二百零三集 暴躁小师妹 清熙并没有害怕容大师的威逼利诱 如果我不用呢 那么你的朋友 我就不保证他会怎么样 这一次容大师用的是传音 所以他的说话 他的弟子是听不到的 清熙冷眼地滑住他 好像在那里说 有什么说话不可以光明正大地说 是都要这样 还拿人家的命令威胁我 你好卑鄙 云气 武林大会开始了 你作为我们容门的代表 去参加武林大会 不是 清熙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如果是什么好事 怎么会轻易轮到他 你非去不可 按照我容门的规矩 新入门的人 才可以去参加武林大会 容大师就严肃起身了 这个还是第一次有人 这样和他作对 知道了 哦 知道就好了 容大师好满意地摆了头 然后看了清熙一眼就走了 哎呀 小师妹 你就不要挖墙了 师傅分人挺好的 你呀就知足了 容大师的大弟子 伸手刚刚上在清熙的鼻上 重力地刮一下 清熙被这个动作吓了 吓得弹起身 避开了他伸过来的手 除了牵缘语 还从来都没有哪个人 敢这样对他的 在场的人就看到一阵尴尬了 没多久 有人就站出来打完场了 哎呀 是啊是啊 看得出来 师傅很疼你的 要不然 就你这样和他作对唱反调 他还不执你一劲吗 哎呀 小师妹 你放心吧 师兄会好好地照顾好你的 他们一个个地劝着清熙 清熙身上 很明显对他们的反感 他们也感觉到 他们一心里 只是认为 这个是新来的师妹 因为生保 所以才是这样 谁是你师妹呢 别乱叫 清熙就特别反感 师妹这个称呼 他才不是他们的师妹 在场那些师兄 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接话 他们是你看我 我看你 怎么办好呢 这样 你们先出去 容大师的大弟子就出声了 他想师妹应该是 不喜欢太多人在这里 而且他打算 跟这个师妹好好地谈两句 让他可以尽快地 融入容门 师妹 我们好好谈一下吧 容大师的大弟子 在清熙的床边坐下来 很冷静地看着他 谈什么呀 清熙很仔细地 看了一下这个人 其实这个大师兄的人 都不差的 但是就有一个 打得小的师傅了 导致清熙就根本不想理他 大师兄就看着清熙 师妹呀 你为什么不想做师傅的徒弟呢 要知道 这样的机会 是可遇不可求的 那我为什么要做个徒弟呢 师傅是个好人 而且都是一个武功高强的人 师妹你要学会知足 好人 好人会拿人家的命 来威胁我服从的吗 清熙是激到面都红了 师妹呀 是不是对师傅有所误会呀 不跟你说了 我好累呀 要休息 清熙发脾气了 直接睡了下来 用脾气就掩住自己了 好了好了 你就在这里休息了 我不打扰你了 有什么事你即管说一下 师兄呢 都会帮你的 累了一天的清熙 那些眼昏虫很快就来了 不知不过这样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 清熙就被一些声音吵醒了 醒过来那一阵 发现自己睡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他先来吓了一跳 然后才反应过来 现在自己身在容门 对于新环境 可能还没适应 他跟着那些声音就走出去 远远地 见到成班人在那里练剑 他们正是清熙的那帮师兄 在大师兄的带领之下 他们叫着口令 在那里练着招式动作 看起身就英姿杀爽 威风凛凛的气势磅 诶 那个不是小师妹吗 清熙才出来没多久 就被一个分了心的师兄发现了 这阵时 所有人都停下了 向着清熙这个方向看过来了 清熙一下子 就成为了大家触目的焦点 清熙见到这样 轮转头就要走人了 谁知道就被那帮师兄拦了下来 一个清熙看着 很生面的师兄就说了 哎呀 师妹 这么生粉干嘛 大家都是师父的弟子嘛 而且就得你一个师妹 我们大家自然都会好好地对你的 是吗 我肚饿了 要吃鸡腿 清熙现在的肚子就空溜溜的 但是对这里又不了解 只好就趁机说出来了 哦 这样就好易话为 跟我们来吧 清熙就被带到一处地方 那张桌上面已经摆满了食物了 只是这一围桌上面 只有一只鸡而已 那么二十几个人分一只鸡 倒是有点难搞的 那个是一张极为之大的桌子 但是强硬好可以容纳这二十个人 一起吃饭的 他们就畜拥着清熙坐下了 很不容易安定了一会儿 清熙刚刚想伸手拿那只鸡 结果呢 有一个人 让他更快速度地 向那只鸡伸手过去了 清熙即使整个人都不好了 紧紧地钉住那个人 拿只鸡腿给我 这一夜 那个抢了清熙鸡腿的师兄 成为了仲耻之的了 所有人都紧紧地钉住他 他刚刚拉大口想要吃鸡腿 他突然停下来 不敢再乱动了 而他已经夹了鸡腿 被人夹到清熙的碗里面了 那还差不多 清熙看着自己碗里面的鸡腿 笑得很灿烂 满意地吃起来 就在清熙很满足地吃鸡腿的时候 有个人就走进来 所有人都纷纷让路 而且就低头 不敢出声 这个人直接就走到清熙面前 师傅 周围围着那些师兄 默默地叫了一声 然后又低头了 清熙一听到这两个字 食鸡腿的动作突然间就停住了 他抬起头 正是看到荣大师那块严肃的面 正是满住他 这个人身上虽然没有牵缘雨那种 令人由头寒到落脚的冷气 但是这样卑鄙的人 令到清熙就有点厌恶了 荣大师好严肃地看着清熙 快点吃 即刻出发 不是吧师傅 为什么这么急 一边刚刚入来的荣大师的大弟子 不明所以就问了一句 小师妹才刚刚入荣门没多久 那就要离开 这个令到他心里面 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 清熙就想说些什么 但是就没有说出来 因为他说了都没用 说不定这个老匹夫 又要怎么跟他传音威胁他了 武林大会已经开始了 要去的了 为师也是逼不得已 荣大师面上的严肃 稍微松了一点 看起身就没那么多人害怕 他翻面到竟然慢慢就泛起笑容 他看着清熙对眼 面上带着慈哀 云气 准备一下就出发了 为师派了人随行 他们会告诉你 你需要去做些什么 拍拍 荣大师猛然地拍了两下手掌 这阵时突然间就走入来 两个身上穿着黑袍的人 这一身的黑袍 看起身 竟然就和这城屋的白色格格不入 这两个人看起身就不是挺好商与的 而且似乎就并非善虑了 从那些师兄的眼神看来 这两个人应该是荣大师身边的人 并非是他的弟子 荣大师就赞开笑容 和清熙介绍这两个人 这两个是为师和你精心挑选的人 是辅助你的人 有什么不明白的 尽管问他们 有他们在 其他门派的人也不敢为难你 清喜就忍不住 在心里面骂 这两个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了 保护我 不放弃我就不错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